字幕作词 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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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先看上集呦 早上一定要吃水 先的水果焖焖焖 可以送你一趟蜜瓜跟西瓜 跟咸咸咸 很像香菇的滋味 哈嘍大家好,我是夏宇,我們現在在英國倫敦,我們今天第一站要去白金漢宮 今天的天氣就沒有像昨天那麼幸運,天氣那麼好 今天只有10度,而且風蠻大的 紅色的電話亭真的是超可愛 沿路上經過了皇家馬電 剛剛查了一下裡面是放以前皇室的馬車跟汽車,其中還有黃金馬車,感覺還不錯耶 我們會先去白金漢宮的畫廊,也是在白金漢宮的旁邊 它對面的房子一片白,超級美 我們到了,前面這扇門超大的,它超高的耶 我現在到入口了,入口人蠻多的,好像要排隊 我們一樣用這個倫敦景點的兩日通票 連門票都超級美的 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白金漢宮南側的黎拜堂被德軍轟炸 戰爭結束後,伊麗莎白二世提議在黎拜堂遺址上建立一座公共美術館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白金漢宮畫廊 好可愛的小熊,但它有1000多塊 它裡面的畫風大概是這種 非常的英國 再考慮要不要買那隻熊熊 這是昨天的熊熊,這是今天的熊熊 這隻比較像泰迪熊 但是這個的眼睛比較好看 但它臉有點歪歪耶 沒有辦法,熊熊都是歪歪 這好像比較可愛耶 比較像達妃 在裡面的泰迪熊 19.95 這裡面這個畫廊其實蠻小的 大概走一小圈就沒了 我買了這個小熊 19.95塊,才是大概800這一塊 剛剛有門票,所以小熊有打折 原本是1000多塊 原本是25平方 我覺得它這個畫面蠻小的 如果有倫敦PASS的話再拿就好 找到了白金漢宮 我的身高171 在這裡沒有優勢 你看 前面的人全部大家都超級高 看不太到 這個時候就要使出360了 在這裡有需要的 厲害 做成了 現在我們判斷的 또 想的 海洋 掉 好 很順利 要快 ungef 這個是維多莉亞女王紀念碑 我們現在來到了剛剛經過的皇家馬店 一樣用通票換成紙本的門票 這也是練習騎馬的吧 哈囉 謝謝 進來了裡面真的有馬 臭臭的 這一區露天區就是四方圓 這個是愛德華國王城鎮用馬車 亞歷山德拉皇后的皇室馬車 喬治世事於1820年代 將白金漢宮正式改為皇家宮殿 這時的皇家馬舊正式建立 且沿用至今 之前成立的馬術學院 變為皇家馬舊的一部分 這是莫斯最古老的汽車 1950年的勞斯萊斯·幻影恩 這裡如今還飼養著 30匹英國皇家專用的馬 鑽洗馬車是這裡最新的馬車 當初是為了伊麗莎白二世女王 登基60週年紀念日而打造 馬車的出生地不是在英國 而是澳洲喔 長約5.5公尺 高約3公尺 重達3噸 天啊 超級誇張 超浮誇的 整個金光閃閃 黃金馬車絕對是眾多高級馬車中 最豪華的一輛 豪華的程度更是原勝於其他的馬車 1953年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 加冕典禮師所乘坐的就是這台超亮眼的 黃金馬車 這是小孩子的馬車 小小的 這裡有很多的小馬車 一些騎馬的工具都在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練習騎馬的地方 Riding School 哇 英國女王的書 好冷喔 腦殼很痛 不要去放開 我們現在來到了西敏寺 表面看過去就看到大笨鐘了 就在前面 今天是禮拜日 結果他禮拜日沒有開 我們改天再來拍 剛剛衝上車 結果我們就關了 我妹還在月台 所以我現在自己在車上 海德公園 一外經過海德公園 就是傳說中的海德公園啊 現在來到了阿普斯利宅 因為宅前面那個字不會唸 所以我們就阿普斯利宅吧 阿普斯利底宅是由著名的 時尚建築師羅伯特亞當 在1771年和1778年之間建造的 他是為大法官 亨利阿普斯利一世南爵 在海的公園入口處建造的 他被稱為倫敦一號 因為以前從騎士橋收費站 進入倫敦城後 看到的第一個大型建築物就是他 這裏面全部都是亮晶晶的收藏品 哇 上面比較漂亮耶 你們看 超級金色鉤的 威靈頓公爵阿瑟維爾爵士 在華鐵盧戰役中擊敗了拿破崙 結束了拿破崙戰爭 取得重大勝利後 他買下了這棟房子 現在這裡是一座一級保護建築 由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管理 是一座對外開放的博物館和美術館 不過第八代的威靈頓公爵遊士 還會住在這裡 原本對這個地方沒有什麼太大的期待 結果它真的是滿美的耶 而且它也沒有到很小 紅色那區真的是超漂亮的 而且它裡面其實沒有什麼人 所以拍照的話不太會拍到人 我們是進去這間 然後對面就有一個拱門可以拍照 我們到了 倫敦大火紀念碑 它真的是比想像中的還高耶 它比旁邊的房子都還高 後下其實是可以買門票的 然後自己走樓梯走上去的 用London Pass也可以進去 妳要爬嗎? 好啊 誰把誰啊 拿證書啊 聽說爬上去會有一個證書 我看別人知道是說什麼 這到底幾層樓啊 345階 202英 61米 爬了啊 來來不爬 結果我們還是進來 我的頭超暈的 心有幻覺的 現在 我看 這個 那個麥克風 有講幾大嗎 這個天氣不太好 從這裡往下看 真的是挺高的 都比旁邊的房子高 剛剛就是在這個下面 這邊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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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證書了 覺得 累是還好的 是真的 頭超暈的 我覺得我在採 虛化的階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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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了倫敦塔 也是用倫敦 Pass 進去 搖滾 搖滾熊熊 今天我來到了倫敦塔 欸這是倫敦塔嗎 是什麼 這個倫敦塔呢 它是不用預約的 只要拿票就可以進來了 這裡有一個密室耶 天啊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這下面超多錢的 已經變成許願池 都長青苔了 倫敦塔是英王千年王權象徵 它的權名其實是女王陛下的宮殿 到底為何倫敦塔會那麼出名呢 在1988年還被煉為世界遺產之一 不只它是歷任英國君主亨利巴士 伊麗莎白儀式的宮殿 它背後這1000多年來還演辦了 英格蘭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功能 像是刑場 監獄 軍械庫 駐壁場 檔案館 動物園 很多爭權謀畏的宮殿謀殺案 也在倫敦塔出現過 這個城堡的磁磚 全部都是黃色 米色的 現在這個是風有多大 我覺得快不行了 頭好痛喔 可以排隊進去看耶 可以 剛剛進去裡面是很多 國王 王后的東西 很多皇冠都超級華麗 還有衣服 還有像魔藏的東西 可惜裡面不能拍照錄 這裡是他們的地圖 真的蠻大的 該不會是真的有動物吧 不會就是這裡吧 他眼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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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裝飾 我都不知道是在流出來還是在裝飾 這兩天都是沒有吃午餐 直接撐到晚上 早餐撐到晚上 早餐撐到晚上 我們現在在倫敦塔橋旁邊 The Five Guys 昨天就看到感覺這間很好吃 我們剛剛特別從對面的城堡 這樣走走走走走 走一大圈走回來 我點了一個熱狗寶喔 跟一杯可樂 你們猜多少錢 台幣480塊 謝謝 我真的謝謝 拜託好吃嗎 我買8而已喔 我800多 他多一個薯條 然後他是點漢堡 就800 對啊我沒有點的 你被騙的 對啊你被騙的啊 因為你還是好啊好啊 我就看了一下薯條價錢 呃不用不用 我沒看欸 這是他的小薯 但是 唉唷有加大了 好啦我看有沒有加大了 有成語啦 加成語 成語有大啊 看我太漂亮了 呵呵 最好是給我好出囉 這個成語是13 我買一塊 吃起來很像 看好熱狗 畢竟熱狗寶 要難吃也是很難 剛剛他裡面的料 是可以自己選的 我選了 番茄醬 番茄 洋蔥 跟 咕咕 番茄很甜 我剛剛發現 早上要4塊多 大概 160塊台 4.45 我的手鼓梯真的是 速度快到 我的腳都跟不上 常常都踩不到 好 發現一件事 走路走路太激動了 哇 依然 火力十足 哇 還可以那麼激動 這集就到這邊啦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 別忘了按旁邊的連結 進去追蹤我的IG唷 我們下集見